在運輸署牌照事務署 不難發現有不少內地人排隊 他們持有內地駕駛執照 可以無需不是和路市 就能夠獲批一個香港駕駛執照 但他們對香港的駕駛條 又知多少呢? 我們隨機問了 現場50個獲批申請的人士 五條本港交通問題 其中關於引擎空轉的兩條問題 超過八成人答錯 而關於酒精呼氣測試的超標數值 就沒有一個人答對 近年透過持有內地駕駛執照 而免使獲簽法香港駕駛執照的個案 逐年上升 而拿著這些駕駛執照 而涉及的交通意外 亦都隨著上升 相關的交通意外 由2012年的66宗 增至2014年的86宗 三年間的升幅超過三成